我不甘心 被人陷害了 如果只會縮在自己的殼裡 我就會永遠抬不起頭 我想再努力一次 好 我支持你 加油 你手怎麼了 沒什麼 不小心割傷了 也不是第一次了 對了 你說的那個人 就沒想過去找他嗎 既然他走了就有他走的理由 他應該有自己的家庭和家人 我不想給他帶來困擾 那你有沒有想過 或許他就是你身邊 你認識的人啊 你什麼意思啊 沒什麼意思 他不可能是我身邊的人 我身邊的人沒有一個 要向他這麼溫柔地看待世界 喂 什麼 好 那等我 露露找我 你先去忙吧 你先去忙吧 這邊風大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回家還是回公司 不用了 你先走吧 只是作為普通朋友 好 那好吧 我回家 好 那你等我 我去開車 你先去忙吧 什麼事 這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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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燕麗 沒事了 拜拜 你先去忙吧 你先去忙吧 我都要去忙吧 我讓你去忙吧 我會去忙吧 我會去忙吧 你不會是嗎 我會去忙吧 为了简小姐的生命安全着想 在你处理好身边的定时炸弹之前 我想你还是离简小姐远一点比较好 什么意思 杨雅丽跑去解释打了安杰一把仗 杨爷让她消失 为什么不死在国外 紧接着就爆出了广告剽窃安杰 你是不是还想给安杰增加仇恨值 你觉得杨雅丽 接下来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杨雅丽 本来你个人的感情事情我不敢插手 但是前展到公司的项目 那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 我不管你爱不爱杨雅丽 我奉劝你 女人一旦起了复仇心 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 安抚好雅丽 要么离简小姐远一点 不用你多管钱事 最近有个真人秀要找你 制片人觉得你很合适 陆陆已经把你揭强了 我觉得依你的个性 应该去锻炼一下 对你有好处 徐总还真是关心下属啊 走了 徐总还真是关心下属啊 你生气了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不过对于徐总还真是关心下属啊 你处理起别人的私生活而言 真的是假情救赎 就是不知道习先生 你自己做人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我想你误会了 我误不误会 对于习先生来说重要吗 简小姐 你是在替叶令说话吗 你是说丛林探险吗 我是不会把这种玩笑话当真的 没有我不是开玩笑 我是真的觉得她适合这档综艺节目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西西辰 发配犯错的下属吗 你是舍不得 还是想让她留下来 你要知道以她的工作性质 她就是应该天南海北四处乱飞 不可能永远陪在你身边 习先生你现在是在警告我 不要阻碍你公司旗下一人的前途发展吗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 我和叶令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也不需要她的陪伴 叶令需要这样一档节目 来摆脱她在大主心中的肤浅形象 你不需要向我解释什么 不过你就不担心 她展现出来的是一副任性妄为的样子吗 她身心好强 我相信她能做好 万恶事 万恶的资本家呀 说到底还是为了让叶令 这个要钱书变的更能赚钱而已 而言 山人主里是天性 你待在剑事 应该要适应这一点 那我注定不合格了 我永远都学不会你们这一套 全小姐 你这么讨厌山人 难道在你心里 就没有一个 值得你欣赏的人吗 是一个肩膀吗 是 你今天衣服吗 有 但她绝对不是 你这个样子的 人都有两面心 一个生活中温和的人 并不代表她在商场上也温和 那看来喜先生倒是很统一了 生活中和商场上 都是一副冷酷无情的样子 老大 雅丽姐 老大 老大 什么 对 我 他 我 有 他 老大 是 有 解暗戒 解暗戒 又是解暗戒 严厉 暗戒是我的底线 如果你不能明白这一点 我们也就别再见妙了 严厉 你 关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 对了 安杰 听说你昨天大半天没在公司 没关系 其实不用那么大的压力 慢慢来吧 我先上去 照顾你爸吃点东西 你们先吃 我爸怎么了 没什么 他就有点不舒服嘛 那去医院了吗 不用 您放心 真没事 怎么可能没事呢 都是上了岁数的人 不舒服就应该去医院 你上点心好吗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语气有点重 我没有别的意思 不用不好意思 你关心你爸也是应该的 那我先上去了 玉琳 来 多吃点啊 哥哥要上班了 你跟姐姐先玩着 好吗 多吃点 先走了 来吧 雷马 这花子没了 老爷觉得 花香味太重 熏得难受 太太让我给扔了 好吧 姐姐 我也吃完了 让老王送你去上学吧 姐姐 今天是礼拜六 不用上学 可以跟姐姐好好玩 姐姐 我想出去玩 那让玲妈带你出去玩呗 我想和姐姐一起去 可是姐姐还有好多工作 没有做完呢 别拉我呀 别拉我呀 我带玉琳出去玩一会儿 不放钱回来 知道了 小姐 跟着我就好了 好吗 好吧 那你就牵着吧 柔肚肚的 细皮嫩肉的 不知道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又转弯了 又转弯了 小心 要上去了 好不好玩 真好玩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姐姐 你心情不好吗 是啊 姐姐工作很烦 妈妈说 心情不好要喝甜的 比如养乐多 是你自己想喝吧 好吧 姐姐买给你 走 你好 你好 这个多少钱 十一块钱 喂 小姨 小杰 你回国那么长时间 怎么没想到给小姨打个电话呢 你在那边好不好啊 挺好的呀 别骗我 如果那边谁欺负你啊 你告诉我 小姨让阿征帮你去收拾他们 小姨您好歹也是周外大使馆的 别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好吗 你们的宗旨不是世界和平吗 对 是和平 但是要看实际情况呀 人家敬我一池 我敬人一丈 同理 人家欺负我一丈 我就欺人十丈 好 行啦 知道了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玉琳呢 怎么了 小杰 没事小姨我先挂了 玉琳 玉琳 麻烦你看到这个小孩了吗 刚才 不知道 谢谢啊 玉琳 玉琳 吗 玉琳 玉琳 有没有佩戴儿童那款手裳 你能找到他吗 怎么了 平时上学我会给他戴手表 今天没戴啊 我刚才打了通电话 他就不见了 不见了 平时带他出去 他都挺乖的 怎么会不见了呢 先不说了 我再找找 先挂了 你打电话 问问徐先生看看 徐先生肯定能找到玉琳 西西纯 这个海风广场设计方案 您该行 喂 什么 好 我马上过去 你 你盯一下 你干什么去啊 我也点事情出去一下 好 我们查了商场周边的监控 没有看到您描述的小孩 应该还在商场里面 安静 你先别着急 冷静一下 你好好回忆一下 当时你们在哪儿走对吧 当时 当时他说他要喝甜品 然后我就去给他买 我当时接了个电话 回头他就不见了 先别着急 我曾经跟玉琳说过 如果他走对的话 就在原地等我 咱们去冰淇淋室看看好不好 好 谢谢啊 玉琳 哥哥 你怎么来了 你要来陪玉琳一起玩吗 玉琳 玉琳 你告诉哥哥 为什么撇开姐姐就跑了 你去哪儿了 因为这个 这个花 你去哪儿了 我宝主 你去哪儿了 Rosetti 这个花 我宝主 去哪儿了 可不上去哪儿了 姐姐 送给你 先生 您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我随便看看 最好是颜色比较素牙 没什么香气的话 先生 您看 这款白玫瑰怎么样 它是属于无香型的 没想到玉琳和我想的一样 玉琳 答应哥哥 今后不要再乱跑了好吗 你看姐姐急的 玉琳知道了 走吧 不嘛 我还没喝养乐多呢 不许喝 这是对你随便乱跑的惩罚 那作为你送给姐姐花的奖励 姐姐送给你喝 好吗 谢谢 哥哥拜拜 走吧 帅哥哥 女士 寅哥哥 你也叫你 女士 我这 Unterschied 你真会产生 你怎么去 不肯死 我 我心里无法 我此事 野蜜 我还要介绍你 對不起 讓你失望了 我想出去走走 安琪 熙拆 你別管他 艾薇絲 我應該怎麼做呢 怎麼愁眉苦臉的 因為我好難過 但是我不想哭 哭了就好像承認自己被打敗一樣 那就把你的難過說出來 我來幫你笑話 艾薇絲 為什麼你在我身邊的時候 我有一種家的感覺 可反而在我自己出生長大的地方 我卻只有壓力和不自在 也許是因為你很在乎他們 卻又 不知該如何和他們相處 是嗎 其實 你不在意的人 總會視他們如空極 不是嗎 是啊 我以前也這麼想 我以前以為 置身事外就能獨善其身 可是那些被我忽視的人 要真要找起我麻煩來 還真的挺讓人困擾的 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負責的第一個案子 就這樣被人盜竊了 就這樣被人盜竊了 其實 在你成功以前 總會在成功的路上 遇到對手不止的障礙 但是我相信 你是出色的 永遠要相信自己 你比他們做得更好 艾薇絲 你為什麽不能一直陪在我身邊呢 我雖然不能一直陪在你身邊 但我會永遠支持你 風吹多了 會著涼的 你來幹什麽呀 你來幹什麽呀 其實找你並不難 你找我 多謝啊 不必了 還在生解受的氣嗎 做錯事情的是我 我有什麽資格生氣啊 說得沒錯 這不是挺精神的嗎 習先生 您特意跑過來 就是為了要跟我吵架的嗎 我沒想跟你吵架 只不過我們每一次交談 都會進入到這種循環 所以也是我的錯了 我承認 其實我們兩個在一起談話的時候 有一半是我的願意 你的資質之名 太寶貴了 好了 風吹完了 就回家吧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要回家可以自己回去 不用你來接我 我怕你生氣的時候 蒙蔽了你的雙眼 找不到回家的路 如果那是家的話 我即使蒙著眼睛也能找得到 我只要心中有愛 即使蒙著眼睛 只要心中有愛 我也能找到我的家 我今天好了 你會想著 你怎麼會想咬 你怎麼可能 我可以 你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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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路过商店 觉得合适你 就给你买了 看看喜不喜欢 喜欢 当然喜欢了 好像有点大了 是有点大了 六年没见 没想到你的尺寸都变了 我竟然没有察觉到 没有关系 大了总比小了好 谢谢 我进去了 你瘦了那么多 一定很辛苦吧 回来就好 我回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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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 爸爸来接你放学了 安静 你肚子喝不 爸爸带你去吃红烧肉好不好 莫安静 震灵 震灵 震灵怎么了 震灵 你做梦了吗 我说梦话了 白天我给安静送裙子才发现 她瘦得太厉害了 你去跟林妈讲 从明天开始家里天天都要炖汤 然后每天都要给安静炖个补品什么的 我明天交代林妈 你现在就去 现在很晚了 他们都睡了 让你去你就去 是 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 来 好 使劲 好 来 这边 来 再来 好 好 林小姐 找我 我是简安杰 这次来是代表简士 希望林小姐能参演简爱公寓的广告 工作上的事情麻烦跟我经纪人谈 需要我经纪人电话吗 我们已经联系过您经纪人了 但他一直说要考虑一下 所以就是还在考虑 那您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们一个答复呢 如果 你想要一个确切的答复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 对不起 我没有兴趣 林小姐 不好意思啊 你怎么会疼呢 我还会议您不是什么 我应该不で 不算上次 这子 我应该是 管理你 我应该是 什么 我应该不就 一定会是 我应该是 就用那个灵敏吧 你可真是诚实地可爱啊 他们是不是还说 那个灵敏很难搞 谁剧情呢 结果 你来了 所以 你既然是过了 现在可以打退堂鼓了 但是 我也认为林小姐 您非常地合适 您看 今儿的照片 我想 您可真是 您发生 が 往日的情分上 您能不能考虑参演一下 我跟义儿纯属私人关系 虽然你说的有点道理 只可惜还不足以打动我 那请问林小姐 到底具体哪一点您不满意呢 只要您能提出来 我们都能尽量满足您 好啊 那你上台去跟我教练打一场 是不是只要我肯上擂台 不论输赢 您都愿意参演 你还真打算上台啊 不说你是女的他是男的 光凭我教练是退一拳击手这一点 一拳就能把你打进医院 为了个广告值得吗 没什么值不值得的 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好 好啊 只要你能坚持一分钟 就算你赢 我替他打 习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儿来了 因为知道你在这儿啊 只可惜我一身汗 不能给你来一个热情的拥抱 没关系 一会儿我们就一样了 不是 等一下 不是 你真要上台啊 你还真要打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综合格斗是吧 综合格斗 不过就算你会一点综合格斗 你也赢不了他的 一分钟而已 应该没问题 没想到习总 会为了美女而奋不顾身 我喜欢 毕竟这关系着医押 跟简师的后续合作 不努力怎么知道不行呢 我该出力的时候也得出力嘛 这是我的事情 我刚才说过了 这也是医押参与的重点项目 来吧 林小姐 那个广告算是接下了吗 我对她了解 只要她答应的 就一定能办到 你去哪 回公司 我顺路送你吧 去公司 应该往右转才对啊 你来不吝啰 我 那 我 我 你去哪 我 你去哪 你去哪